他把我帶來五星酒店 他說我們有特別的聯繫 感覺像在拍攝影響 來自不同國家的被害人現身鏡頭前 指控遭到詐騙 這是聽的大片圖真實紀錄 以色列籍男子Simon使用名車 私人飛機 加上手機通訊軟體 一步一步設下愛情陷阱 讓英國和挪威的女子受騙上當 但沒想到在台灣也出現類似翻版 躺在飯店鋪滿花瓣的雙人床上 還放著寫著當我的公主的浪漫氣球 整個房間都充滿戀愛氛圍 徐姓男子還會開著法拉利超跑炫富 以下帶女生出遊和名車拍照 以下帶他去參觀超跑車庫 甚至IG限動還留下 貧窮真的限制了我們的想像等字眼 但其實他是賈富二代 專門開名車騙女生 整個過程就像是 紀錄片Tinder大片圖的翻版 涉嫌詐騙女子的賈富二代 經常到這間五星級飯店進行消費 服務人員看到他還會大喊 徐先生歡迎光臨 讓被害人第一時間卸下新房 以為他是真的富二代 被害人透過鏡週刊投訴 指控徐姓男子假借投資糾紛 或是限量鞋代購 開口借錢又不還 讓一名女子損失將近新台幣150萬元 總共有七男四女遭到詐騙500萬 警方提醒類似這種炫富行為 甚至拿藝人網洋名名車做文章 最後都會露出馬腳 聽著片圖翻版讓被害人團結起來 揭發真相 避免更多人上當受騙 至於徐姓男子面對復仇者聯盟的出面指控 皆告錢無法取得回應 近新聞LINE新穎王晨藝採訪報導